看看这种香蕉 你看 稀小的 稀稀的 然后很长 它很瘦 然后又很长 有见过这种香蕉吗 这个当地人叫 Bissang Rotan Bissang Rotan 就是盆椒 这种香蕉很好吃的 我吃过一次 念念不忘 真的很好吃 很香 你意想不到 它熟的时候 它的皮 依然还是青色的 然后就稍微一点点黄而已 它已经是很熟了 然后很好吃 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娱乐杰奇 我现在又再次回到这个亚来山区 去跟这个小王夫妇去了明达威 钓了这个黑炉 解锁了这个黑炉班尾炉过后 接下来行程就是来到这个亚来山区 钓这个金吉罗 还有这个黑吉罗 刚刚抵达这个亚来民宿 然后现在我们把行李安顿好 组装钓具 然后我们出发钓鱼 我们的住宿环境 以我的睡房 爱露营 这种就很适合我 出发咯出发咯 有吗 有看到吗 有看到那个蓝色的叶子吗 没看到对吗 那就对了 因为我也没看到 中了 你去岸边去岸边一点 去岸边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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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也不错哦 这个体型 这个也不错啊 嗯 肝子提起来肝子提起来 肝子提起来 来来来来岸边 我不错这条 哇 靠起来哇 漂亮漂亮 来让我看 我看一下 这个 有点锅 哇 他在出现了 不要不要不要紧锁了 不要再锁了 快送他 超好 太小了 哇 哇这个好大这个 是大 确实大 哇 来放在水里 小心小心 怎么样 第一个 第一个表点就终于了 拉力好强 你知道吗 这个金桔螺 哦这是金桔螺 啊圆的 金桔螺里面这种都算大了 哦这个算大个体的 金桔螺 他拉力真的好强 哇这个真的漂亮 金桔螺 可是他的体色还没显出来 啊 哇 还没显几色 酷耶 哈哈哈 金桔螺 哇这条还蛮大了 接近超过一公斤半的这条 对 哇他要走咯 哇 拜拜 好爽啊 哈哈哈 哇 太漂亮 这不是我吹 那拉力真的可以 哇这个水好冰凉哦 哈哈哈 等下我非要在这边泡一泡 在这边这样的天气 清澈见底啊 看到吗 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些小鱼在游啊 光纯鱼啊 光纯鱼啊 就在这边吃这个石块上的这个青苔哦 好这一干你抛去那个石壁那边 啊啊咬不中 没咬中 有鱼在跟 中 中 中了 慢慢溜 中了中了 这边有一个解口 算 哇 那里咋样 可以可以 哈哈 哇 哇 哇 啊你慢慢顶他上来顶干 啊挂了吗 啊挂了 好了 出来了 哦 也是金鸡螺 也是金鸡螺 这个金鸡 这个金鸡 这个金鸡螺 这个鸡色漂亮 金鸡螺 金鸡螺 金黄色的漂亮 哇 漂亮 恭喜恭喜 今天我们可以回去了 都解锁了 这个是金鸡螺 你也可以说它是忘不了 它同样也是有这个果香味的 可是这边他们拿来煮咖喱 跟大家介绍这个鱼 这个当地是叫 库拉利 库拉利就是我们说的光纯鱼 就是在西河里面吃那个青苔的 你看它的嘴部很不一样的 在底下的 这个鱼也是很好吃 尤其是它体内的这个卵 鱼卵 哇 那个是极品 库拉利 光纯鱼 吃饭吃饭 哇 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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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桔萝卜 看,它的头部比较圆的 头部比较圆的 所以这条是金桔萝卜 漂亮鱼种 钓后放 哇 金桔萝卜 看,那个头圆的 头是圆的 来,金桔萝卜 漂亮漂亮 来,钓后放 哇 这个水太清,反而难钓 水里的鱼都看到一清二楚 大大小小 这个情况很难钓的 这些鱼 你看到它,同样它也看到你的 哈哈哈哈 这么小 喂喂喂喂 这个是光春鱼 哇光春鱼啊 这个是光春鱼 不是鸡螺 不是鸡螺 哇塞 好羡慕 哇塞 这个可以啊 哇 哇 哇 黑吉罗 色马 这个是色马 你看它嘴是尖的 尖型的 这个是色马 黑吉罗 身体非常漂亮 这条大概一公斤半这样 哈 一公斤半的鱼 在水这么清还能钓到这种体型 哇 算了 很幸运了哈 嗯 哇 香的 要不要去 哈哈哈哈哈哈 金色的 看漂亮哦 这么漂亮的一条河流哦 可是你看 满地是垃圾 好可惜啊 这条河很漂亮啊 这条山河 可是这里的居民 对这些 呃 卫生意识哦 保护环境的意识 非常的低 好可惜啊 哈哈哈 他怎么没 不是吧 哎 说 是吧 砍力 компании 物销 我要这样子了 就大家休笨那么鲜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很抱歉哦 对不起看了 哈哈哈哈哈 我把你掉起来了 哈哈哈哈 一根还在霸仙 哈哈哈 哈 啊 谁叫你这个星级 慢慢拆哦 我们先去拍照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金吉罗 金吉罗 哈哈哈 耶 ok 来 吊后放吧 来吧 放吧 早点放放了 该我终于了 哈哈哈 你自己心急还好做 拜拜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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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中了齁 还大条齁 这条蛮大齁 哎呦 哎呦 这条比较大 可以吗 ok ok 哇 印尼 巴东地区 雅来山区 荆棘罗之旅 小王夫妇 哇 哈哈哈 终于搞到了齁 像样的这个荆棘罗 要放又不舍得放样 哈哈哈 这条有点分量哦 应该不会切吧 这条有点大了 这条 哎呦 这条大了 在哪儿都没 到现在还没看到鱼 哦 这条最大了 哇 哇 这条大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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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好快啊 这条 哇 哎 这条真的大 哇 终于搞到一条最大的 哇 这个好大 这个 这条大 两公斤多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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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最大的 两公斤多荆棘罗 哇 它体色非常漂亮 看到吗 它体色 还有带绿色的哦 身上还有绿色的哦 哇 漂亮 超漂亮 超漂亮 哇 哇 哇 超拉 耶 耶 加油 加油 想不到哦 在最后一天 下午了 我们差不多也要收干了 然后 很不经意的 水手的一干 结果 小王掉到此行最大的 这个荆棘罗 估计在 2公斤7公斤 像2.7公斤那样 那种体型 圆满结束哦 太美满了 这个行程 好了 我们结束了这一趟 明达威和这个 亚来荆棘罗 与小王夫妇同行的 钓鱼之旅哦 感谢大家的收看 关注与点赞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